今天有哪些重要的国际新闻重点 日本TBS电视台今天报道 最新调查资料显示 今年5月日本全国的吸烟者 比去年减少1.2% 这是1965年开始本调查以来 首次吸烟人口跌破两成 中共中央宣布调查证据局前常委周永康 涉嫌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后一天 曾在周永康之下工作的海南省副省长被免职 非得看好美国经济展望乐观评估通膨就业及经济 也带动美股回帐 道琼工业指数31号一度由黑翻红 小涨2.8点 68名马来西亚专家与警察31号抵达乌克兰东部 加入荷兰专家调查马来西亚 失事客机MH17的工作行列 今天许多民众出门都遇到大雨 虽然气象局说青台纳克利因目前路径发布台风警报的几率偏低 但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台湾西半部及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震雨或雷雨的情形 提醒北部民众要注意瞬间大雨 另外复兴航空今天也取消两班飞往琉球的航班 而在温度方面因为降雨的关系白天高温约在32到34度之间 那在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会比较温热一些 关西澎湖复兴航空的空难消息 民进党团上午邀请相关部会就空难事故进行专案报告 办案会表示目前两个黑盒子都下载的很顺利 资料也很完整 预计今天下班前可完成解读 最快明天就可对外报告 今天下班之前可以把座航语音记录器的超键 我们自己内部的草案先做确认 接着的话我们要请复兴航空公司了解这个机型运作的飞行员 来协助我们做内部的确认 完了之后我们还要做外部的确认 就是整个调查团队的针对这个超键的确认 我们希望今天晚上确认了之后 如果确认一些都顺利的话 希望能够再尽快再如果可以 因为我知道各位都很急 可是一旦我说了一个时间之后 各位就定那个时间 我们说最快是明天 如果说明天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完确认的话 那我们就可能要到下个礼拜 另外立委李昆泽认为空难当天天后恶劣 傍晚5点40分已知有雷语包 各机场同步收到 直以民航局违反标准作业流程 在5点46分仍然放飞 要求交通部民航局负起责任 对此民航局长申起表示 他正带领民航局全体同源上后 有相关责任他个人绝不恋战 听后发落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国联准会如预期再度减码购债 宣布计划削减每月购债计划100亿美元 维持基本利率在0到0.25%不变 美国股市走势震荡 中场涨跌互鉴 针对中国反垄断调查 微软发表声明说 微软始终如一遵守并符合大陆法律法规 会积极解答政府疑问 不过彭博资讯报道 在中国市场依然充斥保护主义 法规不可预测 和供应商不可靠等种种现实面前 外企一个个摔得鼻青脸肿 微软就是最心一力 因建设4G摊提成本高 中华电信31号首度宣布 将降低资本支出10% 总金额410亿元 其中行动业务有93亿元 加上远传电信与台湾大 电信三雄在行动业务的建设费用 合计305亿元 经济部30号公布 历时一年半的安检报告 核4E号机进检结果正常 不过尽管安检达到标准 也改变不了 核4明年将要封存的命运 特定表示 目前封存计划占以三年评估 从明年起到2017年 所需经费不会超过20亿元 新台海电视整理报道 台北电脑应用展今天登场 预估在9月开学拉台下 奶气将到去年成长三成 另外今天许多大厂 也推出新款的电竞笔电 更完整的消息 请看新唐人晚间新闻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 伊波拉的最新情况 正在西非蔓延的伊波拉病毒 从今年2月爆发以来 已经导致至少729人死亡 有两名在赖比瑞亚工作的美国人 被查出感染伊波拉病毒 美国已经开始撤出部分在当地的职工 昨天英国香港也传出了疑似病例 不过最后都被排除 没有疫苗 没有特效药 死亡率超过60% 伊波拉是人人痰之色变的最可怕病毒之一 几十年来伊波拉的爆发范围始终没有走出非洲 今年的大爆发也基本陷于西非的几内亚 利比利亚 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 然而如今快捷的航空交通 却成为伊波拉传向国际的隐患 一名最近从尼日利亚回到英国的男子 曾出现发烧症状 英国卫生部星期三确认 这名男子并未感染伊波拉病毒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当天表示 伊波拉病毒对英国也是潜在的威胁 必须早做防范 同一天香港也确认 此前曾前往肯尼亚旅行 并在返港后出现发烧症状的女子 并没有感染伊波拉病毒 但建议所有近期曾前往非洲的游客 密切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 世卫组织表示 伊波拉病毒通过体液传染 即便与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 乘坐同一班飞机 只要没有直接的体液接触 如血液汗液或唾液等 就不会被传染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西非三国伊波拉疫情未受控制 台湾将疫区例列为旅游二级警示 呼吁民众避免前往疫区 而一度传出港女搭机被传染 目前证实是须经一场 机关署也表示 如果和伊波拉病患共同搭乘飞机 也不容易被感染 除非接触病患者的血液 呼吁各界不要恐慌 目前认定伊波拉是不会透过空气传染 所以同在飞机上的乘客 除非说呢 因为这个患者有咳血 或者是有一些出血性的分泌物 被这个颇见到环境当中而接触到的话 是不需要担心坐飞机会感染到伊波拉 伊波拉患者死亡率达55% 病毒借由血液体液传染 由于西非当地疫情蔓延 又发生外国人感染 引起紧张 机关署表示 台湾与疫区没有直接往来 呼吁民众不必惊慌 多很多国际电影 揭开幕大陆影星汤维 沐厚主演的《黄金时代》首次入围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五间新闻 台南白河台义无化城 离世龙飞凤舞取景拍摄 南二高白河交流道下 台义无化城等你来哦 南二高白河交流道下 台湾台湾电影无化城 钢板屋顶的守护神 可以达到防水 和热 和音 黄旧就是护年毡 钢板屋顶的守护神 可以达到防水 和热 和音 黄旧就是护年毡 一 二 三 快 文 准 沉浸科技 掌握重复定位2μm的精密度 是台湾制造定位制夹具的 尖端开发先锋 目前全世界只有4个国家 生产此定位夹具 只有成进 能够成功相容其他各国产品 并拥有自行研发先进人员 台湾之光 夹具首选 成进科技 台湾目前所面临到最大的问题 不是统中 而是魅动 就是魅动 有的电视台 民意国民党 有的电视台 民意民进党 但是 大家快要看不到 有任何一个电视台 挂在有线电视系统上的电视台 敢突然批评共产 大纪元失败 新台湾电视台 两个独立的媒体 在那个时候 所展现出来的勇气 所展现出来的决心 他能做到了 主流没人 不敢做的事情 欢迎回来 国际财经焦点 来看到阿根廷债务危机 稍早传出 已经是第13 已经是13年来 第二度倒债 阿根廷政府不愿意 接受债务重组的避险基金 进行马朗松式的协商 不过最后是破局收场 阿根廷经营部长 基金罗夫会后表示 双方未打协议 并批评对方是 偷赢基金 这次阿根廷倒在 与13年前不同的是 阿根廷这次具备清偿能力 只是不愿意 向强势的避险基金低头 INF总裁拉加德周二 已经表示 阿根廷违约 不会对国际市场 造成重大影响 来看另外一个焦点话题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周三一致通过公开 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 和其他良性犯器官的决议案 该议案目前已经获得 美国两党近200位议员的联署支持 下一步将交由众议院全体表决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周四讨论并一致通过281号决议案 议案公开谴责发生在中国的 由国家认可的强摘器官行径 并要求中共当局马上停止 所有强摘囚犯器官的行为 议案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 以持续15年的对法轮功精神修炼的迫害 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良心犯 同时议案还呼吁美国国务院 在年度人权报告中对强摘器官问题 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众议院外委会人权小组主席史密斯议员认为 中共强摘器官的暴行比纳粹更为邪恶 发起281号决议案的罗斯莱廷恩议员也表示 决议案将有助于进一步曝光和阻止中共强摘器官的暴行 Well, we know that there are many Chinese officials who have been tasked with this assignment get rid of Falun Gong, beat them, arrest them, detain them, and then when they're in jail, take their organs away from them. 281号决议案未来将由美国众议院全体投票表决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落马成为外媒聚焦热点 当中赶年媒体大纪元新唐人电视台的准确和提前预测报道都一一被证实 多位香港资深媒体人都表示佩服 来看香港记者梁振的报道 借博协来之后,周永康这次大老虎终于落马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 在香港,有关周永康下台的报刊都大受欢迎 一份份写有公布审查周永康 周永康核心罪行被掩盖的大纪元时报 被来往的大陆游客纷纷抢拿 很多大陆游客都占大快人心 我感觉他下台了很好嘛,因为他做得不好嘛 作为国员应该给自己一个更好的那个呢 以后更好发展,然后就不要再塌了吧 2012年,王立军闯入美领馆所引发的中南海海啸 薄熙来、蒋洁敏、李东升、徐才厚、周永康等一个个江派大员被骨牌室推倒 当中大纪元、新唐人比其他媒体更早地预测了以上事实 对此,由香江第一才子支撑的香港著名时事评论员陶杰 连说三次佩服 资深传媒人廉宇珍早前也在香港信报专栏中 赞赏大纪元准确预测徐才厚落马 他写道,徐才厚和薄熙来等辽林邦的亲密关系 早于2006年便已有报道 而首先做此报道的 竟是大陆十多年来全面封杀了大纪元系的媒体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7月29日在官方公布周永康案前三个多小时 大陆微博就有贴文疑似预告周永康案 称下一步吃面 并接连发布多条敏感信息 影射周永康的后台江泽民 周永康落马后网路再度疯传 周永康长期接受薄熙来、李东升提供的女人 其中29名已经确认 包括歌手、媒体人、女演员及女大学生 媒体还披露周永康团伙 至少涉及13宗命案 周永康遭立案调查后持续有高官落马 30号海南省副省长谭立也被免职 另外辽宁省政协副主席陈铁欣 也被免去领导职务 陈铁欣被指属于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系统人马 而且有中共重庆市委前书记薄熙来充当后台 越共60多名老党员向党中央发表公开信 要求放弃共产主义 不要再依赖中国 包括越南前驻华大使阮仲勇 一位副部长和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 也都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 公开信说 共产党把国家引向错误的道路 国家完全陷入危机 他们还指责越共领导人 过于在政治和经济上依赖中国 新厂云台电视张力报导 一年一度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即将在9月4号开幕 却是至少会有5部华语片会亮相 情定韩国导演的艺人汤维 婚后首部主演的作品也有入围 下面就跟着我们的记者朱峰 提前了解电影节 在第39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 大家不仅可以欣赏到来自全球各地的 大约300部优秀影片 至少还可以欣赏到5部华语片 其中包括大陆明星汤维主演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讲述了二三十年代的一位女作家 追求爱情的故事 她与父亲分开后生活贫困 与英俊的男作家相爱后遇到麻烦 不得不分手 后来逃离日本侵略时 与小说家结婚 随后逃到香港 主演汤维近日与韩国导演金泰勇结为连离 这是她婚后主演的影片 首次入围北美主要影节 黄金时代也是大陆导演徐安华的新作 另外实力兼偶像派的冯绍峰 在片中也有不小的戏份 一直都对国语片还蛮有好感 然后觉得他们应该会有蛮棒的演出 还是蛮喜欢汤维的 对然后觉得他们演技也都还不错 都很实力派 曾获爱美奖最佳纪录片奖的 加拿大华人范立新指导的纪录片 我就是我 I am here 讲述了2013年夏季的大陆男星选秀节目 将在TIFF期间全球首映 TIFF表示 其他参展的华语片包括 《亲爱的与闯入者》等 另外 宁浩指导的喜剧《新花路放》 取消了多伦多的全球首映 30多年来 TIFF已成为全球性的电影界盛世 与往年不同的是 这一届影展的前四天 TIFF贝尔光河剧院所在的听街 从University Avenue 至皮特街路段封街 设为电影节专用街 将上演各种节目 提供各色美食等 在街上有很多活动 我认为这一届影响 我认为这一届影响 已经有超过240名孩童 在尾巴战火中丧生 至少占平民死亡人数的29%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 与警政首长30号分别 前往荷兰与乌克兰 磋商马航MH-17班机 罹难者遗体辨识 及调查该班机坠毁原因 美国国务卿凯瑞 30号抵达印度 会见总理莫迪 并修复双边关系 去年美方逮捕印度外交官员等 事件影响下 两国关系降到多年来最低点 英国男子摩根 日前翻遍全家 就是找不到手表 直到他每晚设定的 10点55分响起提示铃 声音竟然是从爱犬 查理的肚子里传出 兽医原本要做手术 将手表从查理肚子里拿出来 但查理看到麻醉针 就开始哀嚎 还害怕地咳嗽 最后竟然咳出手表 正好少挨一刀 新唐给的电视传统报道 接着我们来关心 下节新闻重点 新一部次长杜子君表示 核四预计要从2015年起 封存三年 不算整体金额 不会超过40亿元 历史抢搭 七十商机 以蝴蝶爱吃的蜜原食物 推出不同风味的情人节套餐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五间新闻 钢板屋顶的守护神 可以达到防水 核热 核音 防救就是库年毡 钢板屋顶的守护神 可以达到防水 核热 核音 防救就是库年毡 新唐人电视台将于10月 在纽约曼哈顿举行 第六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 金奖奖金1万美元 现在就报名让中国古典舞的 动人魅力展现在世界的舞台 报名请下 16467362988 或dance.ntdtv.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思目击中 精彩节目及时讯息都在这里 欢迎大家一起来按赞 把你喜欢的新唐人 介绍给您的好朋友哦 欢迎回来 接着我们来关心核四议题 经济部昨天公布历时一年半的安检报告 让核四存费的话题再起 稍早经济部次长杜子军表示 核四预计要从2015年起封存三年 初步估算每年所需要的经费 大约在10到15亿元 质地金额不会超过40亿元 至于其他核能三场是否研议 则要到8月底再进行讨论 礼拜六就是情人节了 南投有家蝴蝶富裕园区役者 将蝴蝶吃的蜜园食物入菜 做出了特色情人节套餐 营造浪漫氛围 抢搭即将到来的七夕双鸡 准新娘在准新郎的求婚下 幸福浪漫的表情全写在脸上 如果觉得这还不够浪漫 在蝴蝶还飞的富裕花园 小两口还能同时享用美酒 和别致的情人套餐 很浪漫 就旁边都是气球 然后被蝴蝶环抱 餐店也很好吃 很有特色 今年七夕情人节蝴蝶园区业者 将蝴蝶爱吃的蜜园植物入菜 设计特别不一样的情人节套餐 像是紫夹蝶爱吃的马齿馅 可以做成生菜沙拉 孔雀蝶爱吃的九层塔也入菜 还有炸吐司上面的阿拉拉 又称山腊番 酱汁是绿斑凤蝶的最爱 阿拉拉虾仁它就是蛮特别的一道菜 我们的做法是用土石下去包 里面有包阿拉拉 蝦仁还有沙拉花生粉这样 吃起来蛮清爽的 里面有吃到阿拉拉的香气 蝴蝶餐手中的就是我们必须用用这个天然 最自然然后无毒的食材 平常脱手可得的蜜圆植物业者加点巧思 也能有无限的创意 更为情人节令天不一样的浪漫料理 新台人亚太电视业 西红李金菊 台湾南投报道 歌手陈其珍接受连锁书店的邀请 担任影展策展人 为观众精神的八部电影 其中一部就是由魏伦美陈柏林主演的蓝色大门 以陈其珍的歌曲小部舞曲为主题曲 陈其珍说当时一看到电影 特别能融入情境 电影说的内容就像自己的故事一样 人生的某一个很特别的转折 那这部电影刚好也是在讲 就是 青春的转折 对的转折 玉上休闲装扮出席活动 与资深影评能座谈 陈其珍今天不是歌手的身份 而是连锁书电影展的彻展人 进行挑选八部影片 其中一部就是以小部舞曲为主题曲 的电影蓝色大门 还有多少回忆 藏着多少秘密 在我心里泛滥覆去 什么叫做爱情 很有参与感 然后我甚至会觉得 我既是片中的男主角 也就是片中的女主角 然后好像他们都在说着我的故事 然后我的歌也因此 也成为了男主角跟女主角 像内心里面的毒法 热爱摄影的陈其珍 特别挑选三部描写当代摄影师的纪录片 陈其珍说平常就爱看电影 从影片当中也能获得创作的灵感 电影的对白常会让你就是会有 好像你有些歌词写不下去的时候 就突然有一句跳出来 就是好像就是这样 那时候就会很挣扎 到底要专心看还是说要回头过来 把这些想法写下来 深圳与蓝色大门合作是 歌与电影创作完之后才发觉 描写的情境以外的吻合 陈其珍说以后有机会 也希望能尝试电影配乐的工作 为电影良善定做主题曲 接着带您来看到 7月31号的天气预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唐人五件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